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看到台湾是跨出重要一步 在22日申请加入亚太最重要的经贸协定CPTPP 进一步看到这个CPTPP的前身 其实就是TPP 不过美国是在川普的任内 宣布退出TPP 之后就变成由日本来积极主导 并且召集会员国来重新谈判 同时正式更名为现在的CPTPP 再来看到面对这个号称 全球最重要的区域整合 台湾跟中国是都想尽早拿下 这席会员的资格 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其实已经抢先 在9月16就提出了申请 而台湾则是晚了中国6天 才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提出加入 面对两岸的世贸角力重现 美台商会是透过声明力挺台湾加入 并且指出台湾在技术投资以及供应链的方面都有优势 同时也向会员国喊话 中国的申请不应该与台湾产生任何关系 也不应该受到中国的政治打压 那么面对中国已经抢先一步卡位 这张入场的门票台湾还有没有机会拿到 中美台三方又将如何布局 带您继续深入解读 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有重大进展 行政院证实22号已经递交CPTPP申请书 该会员国人口规模将近5亿 总GDP更是超过11兆美元 贸易值占台湾贸易总值超过三成 对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十分关键 但中国这一次抢先台湾几天 递交加入CPTPP的申请书 各界关心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中国在国际上一直阻挠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我想这个是大家看到的这个事情 因此如果中国先入会 台湾的入会案当然会有相当的风险 如果让中国先加入CPTPP的话 台湾要加入可能困难度非常高 因为这个都是公司权 但是中国要加入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中国的相关的国际贸易制度 受到这个相关国家很多的质疑 中国想加入CPTPP主要会员国日本跟澳洲 都提出了质疑 澳洲更直接挑明了说 除非北京撤销报复性关税 否则不会展开谈判 许多分析背后也指出 其实中国申请加入的动作背后 就是针对台湾 中国呢从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宣称要加入TPP 很多年以前 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虚晃一招了 因为TPP或者后来CPTPP的内容 其实很多就是为了阻挡中国量身定做的 中国要加入 我们讲的白话一点 它可能是全世界最难加入的国家 中国就是明知不可而为 想在台湾之前要加入CPTPP 主要是可能真的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两岸关系的较劲 那较劲不是比谁先谁后 较劲是比本身的实力 较劲是比本身的条件 国际环境它是对台湾有利的 所以中国只是为了它的面子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理智 随着国际情势变化 近年各国支持台湾的力道逐渐增加 中国的阻挠是否会奏效 台湾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申请 学者也提出看法 比如说越南跟马来西亚 实际上跟中国的关系不见得那么好 但是在形势上 他们也不会得罪中国 所以它的因素 中国会介入的因素 其实就是在影响一些成员国 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杯葛台湾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想办法跟主导的国家 包含日本或者是虽然不在里头的美国 其实维持好相当重要的互相的了解跟认知 只要他们愿意出来领导这件事情 对台湾要加入CVTPP 它可能会收到中国因素的干扰 就可以降到最后 今年以来气氛就有点改变了 因为301也十周年过了 你看前两天美国也放宽了日本辅导食品的进口 之前公投禁止辅导食品 期限应该也已经过了 所以对政府来讲 记者会中行政院特别强调 下一个阶段就进入与各国的资商谈判 如果辅导问题是日本关切的重点 免不了会被搬上台面 但相信可以妥善找出一个方法处理这个问题 而除了与会员国的资商谈判 台湾的法规产业配套也等待加速进行 越南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新加坡 其实平常就有非常大量的经贸往来 所以其实在过去经贸往来的信任基础是够的 这两年来的氛围 也让我们跟日本也好 跟澳洲也好 跟这些主要的领头的国家 大概有一个相对好的关系 当然还有加拿大 我们在实质的经贸层面 经贸内容的谈判 其实不会太困难 只要不要有太多的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性的干扰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比较长期可能要挑战的是自己 譬如说我们的劳动法规 我们的环保法规 我们的智慧产权权保护的法规 我们的国有企业 好等等 是不是都能够符合这些先前谈判 所达成的这些内容 国际情势有利于台湾加入CPTPP 学者分析台湾最关键的问题 反而不是国际谈判 而是内部问题 包括产业法规等 必须一步步到位 将是后续挑战 记者陈伟中采访报道 面对各界几乎台湾一定要争取加入CPTPP 当前面临的除了政治上的考验 对国内产业跟经济上 其实势必是有所影响的 可以看到台湾争取加入CPTPP之后 可能面临的挑战 包括是否要开放福岛食品的进口 以及未来稻米这类的小农经济 一定会受到冲击 以及最后还是回归到 可能会处处受到中国打压等问题 那么很多人就想问 既然影响这么大 台湾为什么还要加入CPTPP呢 其实国发会也强调了 加入之后 整体对台湾来说 还是利大于弊 包括可以确保贸易投资的机会 让贸易的连结更加多样化 以及帮助台湾与国际接轨 让我们不会在供应链中被边缘化等等 而回到这次的入会申请资格上面 面对中国的乱入 两岸再度上演经贸直球对决 后续会员国将如何面对这道选择题 恐怕又将增添更多变数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